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王爷身上同样有一朵火脑花 李高楼感觉脑子一片空白 哪怕他之前想过无数种可能 却不会想到是这么个结果 火脑花是一种什么东西 过去的时候李高楼不了解 但是啊 看着床上的袁天龙 他就明白了 所以如果王爷脑子里也有一朵火脑花 那他是如何活下来的 又如何摆脱袁天龙的这种局面的呢 脑子里边闪过无数念头 不过李高楼却想明白了 这就是生死部为什么会给出王爷名字的缘由 袁炎燕瞪大眼睛 他完全没想到听到这么个消息 不过很快他变得激动起来 既然王爷的身体里边有火脑花 他都可以活下来 那自己的父亲应该也可以啊 王爷看着他们两个切着说 火脑花本来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药材 这种东西只存在于一些传说中的古籍之中 据说吞服了之后可延年益寿 甚至长生不老 在确定了袁天龙脑子里边的东西是火脑花之后啊 王爷完全平静下来 李高楼跟袁炎燕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东西 尤其是此刻关系到袁天龙的性命 所以他们两个也非常专心 王爷呢 话锋一转 但是却根本没人知道 火脑花如果没有另外一种东西一起吞服 就会在人的脑子里生长 乃至最终成形 李高楼跟袁炎燕彻底明白了 想要解决了袁天龙身体里的麻烦 关键在于王爷口中的这样东西上 袁炎燕迫不及待地问 到底是什么 我立刻去找 王爷却摇了摇头 没那么简单 我所说的东西就是火脑花的叶子 而且必须是同一个根茎上的叶子 这句话让本来燃起希望的袁炎燕呆了 同一株根茎上的叶子 怎么可能啊 要知道袁天龙所吞下去的那朵火脑花 可是当时江承月他们送来的 那么谁知道 能在哪找到同一株根茎上的叶子呢 李高楼也觉着这办法实在太变态了 叶哥 再没其他的办法吗 王爷这次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放心 我知道那片叶子在什么地方 当时他们六个人从那地方带走的唯一一件东西 就是一株带着根茎的火脑花 所以叶子一定在他们手里 李高楼明白了 可是江承月已经死了 那现在王子阳 脑中闪过这个名字 李高楼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当年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王子阳一个 所以只要找到了他 那应该会得到叶子的下落 那到时候袁天龙自然就有救了 想明白这些的时候 李高楼重新呢 看向了王爷 王爷的脑子里 同样有一朵火脑花 这是真的吗 想着李高楼拿出生死簿 随着他心念一动 跟着生死簿上出现了一幅图 这幅画面让李高楼瞪大眼睛 显得无比惊恶 果然那就是一朵跟袁天龙脑子里边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看上去更加恐怖啊 袁天龙脑子里的那朵火脑花 占据了他大脑三分之二的位置 王爷的这朵 几乎充斥着他整个脑子 而且他这朵火脑花 看上去生命力更加旺盛 完全跟他的血管交织在一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李高楼想不明白 更没办法形容他此刻的心情 但是从之前王爷的那番话里 他已然听出一些东西来 貌似是因为某个地方 王爷遇到了这朵花 同样袁天龙脑子里的这朵 也是江承越他们从那地方带出来的 那地方到底是哪儿呢 很有可能就是王爷执行任务的地方 李高楼最后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念头 王爷这时候开口 找到王子阳 他一定知道那根根茎上的叶子 在什么地方 他这番话也算是印证了李高楼的想法了 王子阳就在东南亚 江承越已经死了 那毫无疑问 王子阳现在是他最后的希望 无论如何都得找到他 袁延延没忍住 看着王爷又问 王先生 我父亲可以活下来吗 这就看他的造化了 先要找到王子阳才行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堆事转到了最后 还是回到了最开始的位置 就是他们来东南亚最开始的目的 找到王子阳 在江承越死的时候 李高楼就已经知道了 江承越是不知道王子阳还活着的 那王子阳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他来到东南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正是因为这两个疑问 所以李高楼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现在的处境 他们要找到王子阳 实在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这家伙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生死不胜李高楼居然没办法确定他的位置 毕竟这个时候的小李同学 没跟王子阳扯上什么因果 整个东南亚那不是个小地方 鬼知道王子阳藏在什么地方啊 所以与其这么盲目的去寻找王子阳 倒不如反过来 让他主动来找自己 这个想法出现在李高楼的脑子里 可谓非常突然 但是他依然有了非常清晰的计划 第一步 让王少龙来东南亚 拥有生死部的李高楼 可以很轻松的就知道 王少龙的确是王子阳的亲生儿子 想来王子阳应该不会对他儿子置之不理吧 然后利用袁天龙的名字 去告诉王子阳一件事 如果他不出现 就杀了王少龙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计划 但李高楼却觉得应该会有效果 当然还有最后一步 那就是让王子阳知道江承越还活着 这就是李高楼的一种试探 为什么王子阳从京市逃离之后 会跑到东南亚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 他是特意来找江承越的 否则 没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啊 天大地大 独独跑到东南亚 尤其是江承越也说过 从当年的事情之后 他就改变了模样 跟王子阳没有过什么联系 因此他们两个彼此之间找不到对方 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这个时候啊 王少龙 加上因为他们六个脑子里边 多出个火脑花的袁天龙 再加上最终的江承越 李高楼相信王子阳一定会来 说到底这只是一个试探性的办法 但也比继续没有任何方向的寻找更加靠谱 当即李高楼把自己的计划 告知了王爷和袁延延 两人同时都是眼前一亮 他们对李高楼的计划完全赞同 袁延延更是立刻着手准备 毕竟刚刚赶走了东藩兴 所以重新拿回天龙集团的控制权 袁延延也就拥有了之前的话语权了 所以啊 在这个庞大的势力暗中推动之下 关于王少龙跟江承越 都被袁天龙扣押的事情 很快传遍了整个东南亚 京市那边 吕天尤更是亲自派出人来 把王少龙送到了东南亚 ** étant记得了